嗨,大家安安,我是奶茶 今天呢,是制作外送料理的第十天 第一个任务呢,是使用美乐蒂烹饪台 那因为我没有抽到这一个 所以我要去朋友家解这个任务 那如果你跟我一样没有这个烹饪台的话 也可以搜寻一下我朋友的名字 酱油荷包蛋 那他的家呢,就有烹饪台可以让你解任务咯 这一次的任务呢,是必须要制作东西的 所以我们选择一个制作就可以了 当我们制作完成之后呢,也解完这个任务咯 如果你夏季昆虫博士的照片分数不够的话 也可以到他家拍照哦 因为我的照片呢,就是在他家拍的 有好几个朋友呢,都是在他家拍照 那分数呢,都有超过4.5分以上 千万记得,如果说你的分数不够 重新提交照片就可以咯 接下来的任务呢,都很简单 像是去银行 那我们来到银行的时候,就可以解完这个任务了 下一个呢,是去住宅区的医院买头痛药 一样呢,就是来到住宅区,找这个护士,供买头痛药就可以啦 在游戏里面打开手机,然后点击这个玩游戏 中间这个就是僵尸病毒了,点下去就会帮你传送过去咯 在游戏里面的早上,是没有办法玩僵尸病毒的 只有晚上呢,才可以玩这个游戏哦 那我们就是要玩一场僵尸病毒,才可以解完任务 最后一个,钓黄炉 有些粉丝呢,会问说,哪里比较好钓 或者呢,是要用什么钓杆 那我自己个人呢,如果要钓这种一般鱼的话 都是用玩具钓杆 那我个人建议呢,在游艇也是蛮好钓的 今天的任务完成呢,会有两张的抽奖券哦 希望大家可以早日解完任务 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见咯,拜拜